黑洞是一个洞吗? 2022年5月12日 EHT团队正式公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二张黑洞照片 确定了银河系的中心就是黑洞人马座SR 这个长得像甜甜圈一样的东西就是黑洞 周围橘黄色的光是靠近黑洞的物质被吸入时发出的光辐射 中间的黑暗区域就是黑洞 由于事件世界附近的光路高度弯曲 使黑洞被放大了很多 与第一张黑洞照片相比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 但实际上它们是非常不同的 这是因为N87星系中心黑洞要比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SR大1000多倍 之所以我们看起来它们大小相当 是因为N87星系距离我们有5500万光年 而人马座SR距离我们只有26000光年 所以它们的大小看起来是几乎相同的 但无论是N87中心黑洞 还是人马座SR 它们的质量和距离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天文数字 我们根本无法感知到它们 然而早在人们正视黑洞之前 就已经有人预测了宇宙中会有黑洞这样的天体 1783年 约翰·米歇尔认为宇宙中存在一种暗星 它们的质量足够大且足够紧致 其造成的强大引力场使得光都无法逃逸 虽然它们发出的光不会到达地球而使我们无法看到它 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它们的引力作用感知 而它们就是黑洞 我们知道 光速约为每秒30万公里 是宇宙中所有的物质运动 信息传播的速度上限 而黑洞吞噬的速度 竟然连光都无法逃脱 那么黑洞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认为 一个天体的质量可以引起时空的弯曲 密度越大的天体 其造成的时空曲率也就越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测出这样一种天体 如果它的密度无限大 体积无限小 那么造成的时空曲率将会无限高 这也与米歇尔提出的暗星概念相吻合 实际上 黑洞的前身就是一颗大质量恒星 它的产生过程类似于中子星的产生过程 当一颗大质量恒星垂死崩溃时 核心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会向中心探索 然后发生一次强烈的超新星爆发 当核心中所有的物质都变成中子 时收缩过程立即停止 此时中子星就形成了 然而在黑洞的情况下 由于核心的质量非常大使的收缩过程 会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就连中子间的排斥力也无法阻挡 核心里的中子会在这一过程中被缅为粉末 如此情况下会造就一个密度高到难以想象的天体 它所产生的引力使得任何靠近它的物质都会被吸进去 其导致的时空扭曲就使得光也无法向外射出 黑洞就此诞生了 在我们的宇宙中 大部分星系的中心都隐藏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它们的质量大小可以达到数以万计的太阳质量 这些超大质量黑洞周围会形成广阔的吸机盘 吸机盘会源源不断地散发出强烈的辐射和热量 而天文学家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推断黑洞的存在 但除了星系中心之外 黑洞还广泛存在于宇宙之中 它与恒星一样普遍 据推算 光是银河系就可能存在着1000万到11个黑洞 理论上任何物体的物理半径只要压缩到小于它的10瓦系半径 就可能会形成黑洞 包括建筑物 汽车 甚至是人类自己 但这几乎无法做到 因为地球要想成为黑洞的话 只有把地球缩小到半径8.85毫米以内才可以实现 显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黑洞也是会消亡的 它并不是只进不出的天体 根据霍金的相关理论 当一个黑洞诞生后 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吸击的方式聚拢周围的物质 但与此同时黑洞也会发射出热辐射 它会降低黑洞的质量而最终导致黑洞增散 这就是所谓的霍金辐射 当黑洞损失的质量比增加的质量多的时候就会造成缩小 直至最终消失 而较小的黑洞散发量通常会比正常的黑洞大 因此前者会比后者缩小与消失的速度还要快 但截止目前 科学家仍然没有观察到霍金辐射的存在 这是因为霍金辐射的过程非常微弱 以炎87中心黑洞来说 想要完全蒸发掉 可能需要时的100次方年 而宇宙也不过才诞生了138亿年而已 除此之外 就在今年8月 NASA发布了一段黑洞的音频 你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于2.5亿光年之外 是中心星系NGC1275核心黑洞的声音 它通过黑洞的压力波形成 虽然真空中无法传播声音 但实际上在星系团周围有大量气体存在着 它们可以将黑洞散发出的声波传播到数光年之外 当天文学家接收到这个频率后 是无法直接听到的 这是因为它比钢琴上的最低音还要低上57个8度音间 所以我们听到的黑洞声音是上调了数万亿背后的效果 最后一个问题 黑洞能否成为时间机器穿越时空吗 以目前人类的认知来看 任何进入黑洞的物质都会被拉扯成粒子 由于黑洞内部的区率非常大 这里的空间和时间可能都被完全扭曲了 根据爱因斯坦罗森乔理论 两个黑洞被一条隧道连接着 长度可能达到几光年几十光年的距离 如果其中的空间和时间的扭曲达到一定程度时 穿越时空也未必不可能实现 当然以现有的科技来看 发现黑洞都非常困难 更别说穿越黑洞了 如果有朝一日人类能够揭秘黑洞的秘密 那么距离宇宙的终极奥秘也竟在咫尺了